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辛迪亚新睿 今天新闻线近的稍稍有一点迟了 所以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 不要再说多了 新闻主线 冒销部说 职访人员会抽查民众在逛商场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守着两小时的限制 今天有61个人因为冠病而死亡 我们的感染数是升高到1.21了 我们可能会在6月份的时候 每一天增加9000宗的确准比例 明天傍晚6点 阿斯利康疫苗可能会提早 让60岁以下的人士登记 医生说接种疫苗的人爽约的话 就是那些预约接种疫苗爽约的人士 应该要签署风险自付同意书 一个周末回来呢 发现好多事情是要跟你们跟进的 首先先看一下 我国的冠病免疫计划 这段时间呢 已经是去到了第二阶段 但正当很多人都在询问 我们看到就是新闻线下面 也是很多听众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到我 这样子疫苗短缺之际 还是有很多人已经预约接种 但是又爽约的 针对这些爽约的民众 有前线的医生就建议说 拒绝接种疫苗 在确诊之后拒绝入院 或是拒绝插管治疗的病患呢 应该签署一份风险自付同意书 简称为AOR 就是at on risk 就是你自己需要去负责 这一个风险了 这是来自双心毛诺医院的 儿科医生 西蒂沙拉 她是今天在推特上面分享 另外一名医生 这个医生名字叫做诺利达 她分享她的脸书截图 这个医生就写道啊 可能是时候让人民 他们给他们自己想要的 包括说 他们拒绝要疫苗啊 拒绝入院 拒绝插管 或是呼吸辅助器 这一些都可以 那就签署这个自付同意书 那她还认为说 这些爽约的民众 一旦是确诊感染冠病的话 就必须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 包括检测费用 因为呢 冠病疫苗是可以预防的疾病 但是如果他们不预防 这一些费用 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诺利达她还强调 现在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 用在真正想要的人的身上 让那些爽约疫苗的人士呢 就为他们自己的举动去负责 那当然医生会给出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国内民众爽约的情况呢 可能是去到 有一点严重的地步了 我们来看 从第二阶段的 冠病免疫计划开始算起 就是4月17号那天开始 在吉兰丹 就有大约1万名登记者爽约 那他们大部分 都是60岁以上的人士 吉兰丹的卫生局主任 在你呢 他今天就说 这些人爽约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提出的这个原因是 健康的因素 再来是要更改日期 其他的这个理由 也包括了私人问题 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是完全没有说明 为什么他们会爽约的 那他也提到 根据预约的流程 卫生局呢 会提前一到两天发出通知 来提醒这些预约者 你什么什么时候 要打记得 要准时去到那边 那他说 当我们致电给每一位 没有来接种的人的时候呢 就是拨电话过去 但是没有人去接电话 完全是浪费他们的时间 那些爽约的人呢 其实也让前线人员 非常的难过 再次提醒你 冠病疫苗来的 真的很不容易 很多国家呢 是根本是没有办法拿到 所以预约了 就千万不要爽约 不要浪费 那话说回来啊 根据东方日报的消息 第二阶段 阿斯利康疫苗自愿接种计划 可能会提前一天 也就是有可能在明天 傍晚六点的时候 会开放给全国 五个州属的 18岁以上 60岁以下的人士 预约接种 那这项计划 其实在昨天 就率先开放 就让部分地区的 60岁以上的人士 去预约了 之前呢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凯里他曾经有讲到啊 第二阶段的这个 阿斯利康疫苗 自愿接种计划 如果是还有空缺的话呢 就会在26号 原本是在后天 才会开放给 60岁以下的人士的 但是现在呢 有可能 官方是还没有讲 但是有可能就是 会提前在明天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到这个网站 www.vaccinecovid.gov.m1 那边去了解详情 那说到这个 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计划呢 其实大家看这个 社交媒体的话 也快看到 可能身边有一些朋友 已经开始在接种了 因为这个计划 也开跑了一段时间 可是呢 现在就爆出了 疫苗注射的 这个剂量不足的事件 对此卫生部长 阿汉爸爸就说 医护人员 在施打疫苗之前呢 必须要向接种疫苗的 这个人士展示 已经注入了这个 规定疫苗剂量的 注射针筒 然后在施打之后呢 也必须要再一次 向这个接种疫苗者去展示 那现在这个注射的针筒 已经是空了 这样子 那他今天发文告说 卫生部呢 已经为阿斯利康疫苗接种中心 设定了这个 刚刚说过的这些 附加说明 以确保阿斯利康疫苗的 注射质量保持在最佳的水平 因为早前就有报导说呢 我国目前至少有三人发现 他们施打的疫苗 注射量不足 而这三人呢 都是在同一天 就是5月19号 在同一个地方 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 那另外看到了 马大热带传染病 研究及教育中心的主任 沙扎里阿布巴卡 他就认为 看到英国那边 不是成功遏止了 新冠肺炎蔓延 他说这已经证明了 让全民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策略 是可行性很高的 那目前呢 在英国那边 有71%的英国人 已经接种了 至少一剂的疫苗 而有32%的人 是完成接种了两剂的疫苗 他说这个接种第一剂疫苗 就可以让民众 对冠病的这个免疫力 达到60% 所以呢 他认为通过优先接种 第一剂疫苗的策略 就可以扩大整个群体 就是免疫的数量 与此同时 行动党八级里区 国会议员杨美盈 就促请政府 可以考虑在更多的州属 跟地区 开设阿斯利康疫苗 接种中心 因为目前只有特定的地区而已嘛 就希望说 可以让更多人 去参与这个自愿接种计划 他也在脸书上面呢 点名科学公益 及革新部长凯里 还有这个冠病免疫 供应特别委员会JKJ AV 就去询问 第二阶段的阿斯利康疫苗预约 好像还有很多空位 那是不是 有意开设更多的接种中心呢 其实关于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 他们也很担心 今天呢 看到其中一个 也是很离谱的 由前首相 马哈迪 今次出来驳斥 说到这个社交媒体 流传有一段 40名护士 因为接种疫苗之后 然后死亡的音频 敦马应该是很生气 他确实在演书 专业发布一个 长达2分钟6秒的视频 就斥责这一位 自称是马哈迪的 这一个人呢 就说这个人 他的行为是非常负责任的 试图影响 去接种疫苗 什么 这个 他就说 有名护士 接种了疫苗 然后就离世 没有经过实验 证实的 这马哈迪呢 建议大家可以去喝椰子水 这样子 读等等 对此 这毫无根据的群传 无办法得到疫苗的人士 最后感染冠病 但如果这些人死去的话呢 其实真的不懂 这些人的创业料理 从哪里来的 但是你这样子的一个 误传的东西 真的是会害死人的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啊 天下不乱的人 还真的也不少 另外一个就是 在社交媒体流程的视频上 有一个妇女呢 他就痛诉 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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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种阿兹 疫苗之后 导致水管 出色而死 但是呢 他说 卫生部就隐藏了这名果汁的死因 还会报几乎的确诊病例 那对此 家庭警区 执任莫 赛因就证实 已经到了 而且 还要 那事实上呢 根据卫生部 发出的文告 大门 显示 哈兹 他的死因呢 冠状动脉 都 啊 这个 这个病毒 疫苗接种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哈 那另外 这里是要提醒你 因为呢 总之1000万令吉的 冠病检测基金 称为CTF 这个基金 已经全部用完了 民众现在 只可以向这个 构图停的 关怀删减计划 就是PSB 那边去申请 150 检测 今天 这个冠病检测基金呢 它是由 马来西亚受险工会 LIAM 马来西亚普通保险协会 LIAM 还有就是 马来西亚伊斯兰保险工会 MTA 投入 但是 这一笔基金呢 是在 呃 今年的时候 已经全部 就是被 投保人那边去申请完了 所以已经是没有了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消息 新铃拉 马来西亚 现在VOT 哎 今天看到这个 我觉得 令人生气的 真的会有令人生气的 大家 看到预约接种疫苗的人 无故爽约 你认为可以怎么做 才可以有效的提高意识呢 今天给你两个选项 那如果你觉得 加强对民众的宣导 一再提醒这个比较有效的话 可以点选love 那如果你觉得 应该自行承担风险 如果确准的话呢 就要自付费用 可以点选angry 两个选项 欢迎去到 988的官方 Facebook那边投选 卫生总监 阿尔诺西山呢 他就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觉得今天是 蛮令我觉得 哎好担心了 因为截至昨天为止呢 国内的基本传染数 阿尔诺已经上升到了 1.21 这个数字 是我国自爆发 冠病疫情以来 一个最高点 他是在推特今天就讲到 我国的这个传染数 从星期六的 1.18 一直升高 到昨天的1.21 这个数字呢 是从5月16号 开始就一直是 跑跑跑 向上升的趋势 根据卫生部的 这个传染病 动力学模型的推算 这样子算一算啊 如果我们继续 这样子下去 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会在6月6号 迎来单日 9000宗的确诊病例 就是你怕不怕了呀 我很怕 之前一直讲1.2 我们一直讲说 如果有一天破1.2 就会这样 接1.21 真的 但是今天的这个 确诊病例呢 虽然说 没有昨天这么高 但是也是连续 第六天都是破六字头啊 今天我们有 6509宗的新增病例 累计病例是已经达到了 518600宗 那分布来看呢 雪州还是占最多的 新增了2049宗 接着呢 依序是 沙拉月530宗 柔佛跟吉隆坡 今天的病例数 是一样的 468宗 吉兰丹451宗 你看都是 400宗以上的 那另外呢 这个也是很令人担心的 我们今天的 单日死亡 病例是再创新高 今天一共 6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 2309人 还有两组数据 也是 这些数据 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加护病房 治疗的患者人数呢 也创了新高 711人 711人 在加护病房 这些人都很危急了 那如果刚刚 跟你看了 这个数字 告诉你数字 给你的印象 可能不是太深刻 你觉得数字 都是冷冰冰的 我们就是来 给你看一下 有温度一点的这个故事 让你知道 冠病其实有多可怕 有一名资助 在巴生的女生 她的名字叫张慧清 她昨天就在脸书 贴出了 她跟朋友的讯息截图 她的朋友是这样子说 就是告诉她说 自己的父亲前天 心脏不舒服 就送进医院 才发现原来是感染了冠病 昨天晚上的时候 她说她的父亲 还可以跟家人 好好的视讯 还好好的可以聊天 没有想到 隔天早上 她就接到医院的电话 说她的爸爸走了 这个女生就告诉 就是这个朋友讲 她连爸爸最后一面 都没有机会看到 这个朋友还提到说 不久之前 他们全家 就是一起观看 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张慧清 这一个网友 她就分享自己的经历 原来她也是 这个无症状患者 从她从无症状患者 一直去到ICU的 一个直播的情况 当时呢 她朋友一家人 包括这个爸爸 刚过世的爸爸 就意识到说 原来冠病是这么可怕的 这一个朋友就讲 她说她的爸爸 那个时候才开始会怕 会比较注意一些 才乖乖不去朋友的家 去那边喝茶去吹水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她说如果她的爸爸 可以早一点怕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这故事呢 就是我在整理 或者在重新跟你讲一次的时候 都觉得很心酸 真的 但是同一时间呢 还是有很多人 不顾病毒的风险 继续违反这个SOP的 真的是太资丝了 这些人的做法 我们来看一下 在柔佛东甲呢 就一名饮食摊的摊主 他不理政府的禁令 在开斋节的时候呢 明明已经说了 不可以聚餐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 就跟亲朋好友聚餐 结果呢 他最终是确诊了 而且他把病毒 传给了37个人 那根据报导呢 这名摊主 在出现冠病症状的 一个星期之后 他才去检测 所以呢 从他出现症状 到确诊 这一段期间呢 是跟了很多很多人 聚餐的 刚刚说的37个人 只是后来 中的那些多 那些人 一共是为84个人 就在这个感染区里头的 人士进行检测 最后呢 包括他自己 一共38个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是有居住在 加强行动管制力 EMCO地区的民众 竟然还会想在 疫情最严重的期间 要去订自助餐 来办聚会 这是来自 霹雳州 医保一个饮食业者 他在脸书贴文说 我觉得他写的 应该是 也是有点气愤的 他说 他接到了来自 霹雳州 九栋区的 一名顾客的电话 就询问他 诶 订购这个 自助餐的事情啊 怎样怎样啊 多少钱啊 重点是啊 九州现在正在 实行最严格的EMCO 这名业者是 直接斥责说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要自助餐 他强调说 自己是不想 成为千古罪人啊 然后他就呼吁 其他的同行 千万不要接 这一站生意 你看我们就是 自己在讲 这些新闻的时候 还会带有一些 你知道气愤的感觉 现在受一下情绪 受一下情绪 要告诉你呢 因为我们明天开始 就会进入更加严格的 这个行管令了 看到贸校部呢 就宣布 购物中心 自助洗衣店 眼镜店 还有化妆品店呢 现在是必须要安排 至少一名的职员 驻守在场所的门口 确保说民众 都有高度遵守防疫SOP 来根据当局 今天发布的 行管令3.0 收紧SOP的 这个FAQ的时候 当中就有列明 所有的商业场所 包括了购物中心 就必须要执行 顾客不可以逗留 超过两个小时的 这个措施 那另外呢 当局也是提供了 零售商店 包括了购物中心 限制顾客人数的 计算方式 那就是 那个商场跟商店呢 每4平方公尺的面积 只可有一名的顾客 然后就是 你去算一下啦 你那个面积的话 同一个时间 可以允许多少个人进入 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指示 购物中心 跟超市的中央大厅呢 是禁止有新设任何的摊位 或者是展摊 不过如果是本来就已经在那边的话 是可以继续营业的 同时商店现在不可以提供 试衣的服务 还有测量衣的这个服务 客户也不许使用试衣间 那是用这个化妆品啊 护肤品啊 香水这个也不行 所有的test的东西都不可以啦 那销售员呢 也是不可以面对面 跟顾客针对这个商品来进行讨论的 那商家呢 同时是需要确保顾客 还有员工的安全要提供一次性的这个手套 让他们在选购服饰啊 其他产品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根据贸销部啊 所有分销业在行管令期间 其实都可以营业 但是他们是更鼓励线上交易 而早上八年到晚上八点 营业时间的限制不包括线上 所以线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 只不过商家会是代理上门去协助 安装商品 这一些呢 都是不可以的 那看到国内贸销部长 阿利山大南达林奇呢 他就说到 执法人员会在热门地点 包括了零售店展开随机检查 确保所有的顾客是遵守零售店 逗留最长两个小时的限制 他还说呢 他们啊 这个部门啊 全国大约有2000名的执法人员 所以人手算是有限的 之后呢 就是会去到一些热门地点 随机这样子去 check一下 那spot check down 那所以呢 他就呼吁大家要自律 自己缩短购物的时间 配合政府一起去对抗疫情 那根据新报的报道 阿利山大他今天是召开现场记者会的时候 就讲到 其实你不要以为 他们是追查不到 到底你在那边有没有两个小时 因为是可以通过 My4加Try的这个应用程式 去check你什么时候check in 那到现在为止呢 你是不是有逗留超过两个小时 那至于有些家长 他们就会带孩子出去嘛 那虽然政府是说 尽量不要带孩子出去 但是也考量到 可能有特定的理由 包括可能单亲家庭啊 或者是孩子没有人看管啊 所以是没有强制 只是鼓励大家把孩子放在家里 那部长还也是有强调说 根据现有的SOP 餐馆是禁止提供停车用餐服务的 那有关于特定的行业 像制造业 还有相关服务领域 在这期间 就是行管令3.0期间 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呢 看到了国际贸工部副部长林万峰 就有在他的脸书贴上了 这个FAQ 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参考 跟了解更多 反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拨打这个贸工部的热线 03-6208-4949 或者是呢 可以电邮他们了 COVID-19 hotline atmiti.gov.my 那如果说 你有看到一些 没有守这个防疫 SOP的企业的话 也可以电邮到当局那边 COVID-19 aduan atmiti.gov.my 这些呢 都是提供给你 跟当局那边沟通的一些热线 好了 我们来看 现在VOT 问的问题就是 预约接种疫苗 但是就无故爽约 你认为呢 以下哪一个选择 哪一个情况 可以更有效的 去提高意识的 今天呢 我们看到 75%的朋友 都投给了 angry 这个希望大家 不是因为生气这东西 而是真的是有看到 觉得这个方法更有效啊 那就是自担风险 如果确诊的话 这些人就必须要自付费用 那25%的朋友呢 就认为说 应该要加强 对民众宣导一再的提醒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 现在VOT帖子下面 大家的留言 看到Horway Hong 他就觉得是 他说他自己自首 他妈妈就是这样的情况 注册之后呢 亲戚说这款疫苗不好啊 会死人啊等等 他就拒绝去了 你想看一下 有些朋友 真的是年纪大了 这些爸爸妈妈年长者 他们真的是 比较担心 或者是就是 心灵比较脆弱 就是这一些很无聊的 谣言啊等等 结果导致 这样子爽约的情况 好像就增加了 哎天哪 那LV就说呢 在这里苦苦的等 但是却有一些人 因为负面报道 而放弃接受疫苗 怎么办呢 Anseo就提醒大家 是不是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是帮老人家登记 但是就忘了带他们去 毕竟有的人 就是年长者 真的不太会使用 这些科技产品的 那Wuzy就觉得 爽约的话 那就要缴付爽约费 OK那看到Kionting 他就说 免费的不要 那就来自付费用了 CV就觉得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吧 大家可能对于这件事情 还是有一点情绪在 就希望说真的是 大大降低 无过爽约了 真不要再浪费这些医疗了 提醒大家 预约了之后 就一定要 准时如期的去赴约 我是湘君 我是金点心锐 明天新闻线 同一时间 继续跟你聊新闻 再来 请 请 吴 吴小试